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 和Cococationson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 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穷人与富人的距离的0.05毫米 一书中第一章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穷人贫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埋怨 但有一条理由不要被忘记 那就是谁也没有理由贫穷 很多穷人只能看到富人口袋里的东西 而看不到富人脑袋里的东西 其实富人和穷人都一样 都是什么样的脑袋决定自己有什么样的口袋 或者说你脑袋装多少东西 那么你的口袋就能装多少东西 请永远记住 只有无法改变的穷脑袋 没有无法改变的穷口袋 穷人和富人的不同 就在这四点区别 看看你有吗 1.穷人学习为了饭碗 富人学习为了力量 无论是什么样的富人 只要他是真正的富人 那么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思考对富人来说 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乐趣 更是一种财富 真正的富人 往往都有他过人之处 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目光锐利 判断准确 这些都来自他的思考 不善于思考的人 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也就永远落后于人 也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富人 穷人只要是真正的穷人 他是不会思考的 他不仅不去思考别人 为什么能变成富人 更不会去思考自己 为什么是一个穷人 他把自己的穷 都简单的归咎于社会和他人 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穷人肯于付出自己的戾气 但他不舍得动自己的大脑 他认为思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穷人因为不善于思考 所以就不能做出改变 爱思考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富人 但富人一定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因为思考是让一切做出改变的开始 也只有透过思考 才可以让一切改变 富人爱学习 不是盲目的爱 也不是盲目的学 他到什么时候都知道 自己应该学什么 学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比如实现自己目标所需要的知识 本领和技能 富人学东西都是为自己学 都是主动的学 哪怕是学的东西当时看起来可有可无 无论所学的东西如何的难以掌握 他都把这件事当成快乐 还能发现掌握知识与技能的诀窍 富人无论选择学什么 都是用心来学 能掌握所学知识与技能的精髓 并能达到学以致用 而且能举一反三 活学活用 他能把所学的东西变成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 变成自己真正的财富 有的穷人是不爱学习的 他们只能掌握生存必要的技能 或者接受祖宗遗传下来的 落后的生存哲学和生存理念 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对自己有害还是有益 只知道继承而不知道发展 穷人把学习当成苦菜式 当然穷人是最能吃苦的 但他们只能吃透支体力之苦 绝受不了由学习而带来的枯燥之苦 有的穷人也爱学习 他们愿意学习对自己没用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学是因为别人在学 或者是大家都在学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学这东西要做什么用 他们甚至爱学有害的东西 比如吃喝嫖赌 他们只学富人的生活方式 但不学富人的生存方法 二 穷人靠断自己的己量 富人走出自己的前途 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就在于 穷人的依赖性很强 富人的独立性很强 这在穷人和富人一无所有的时候 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穷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 在家靠 母 出外靠朋友 一个简单的靠字 就永远改变不料穷人穷的命运 等 只能是错过了大好时机 等来的是惨遭淘汰 靠 靠断了自己本来很硬的脊量 靠坏了年久失修的一辈 要 习惯了要饭的人就会忘掉重粮食 忘记做饭的方式方法 最后也就要了自己的命 富人在什么时候都是很独立的 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命运让别人来把握 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他们知道 如果自己不能挥鞭策马前行 那么别人的鞭子就会抽在自己的脊背上 三 穷人看不到希望就放弃 富人看不到希望就准备 大凡有志之人 无论年长还是年幼 只要心里一旦有了宏伟的目标 就会有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永不气馁的行动 由穷人变成富人 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所需的时间可能是几年 十几年 这样看来又是很短 同样是一条路 每个人的走法不一样 同样是一天的时间 每个人度过的方式也不一样 也正是每一步的走法不一样 每一天的收获也不一样 也就决定了最终的结果肯定不同 那么 人也就有了穷人和富人之分 富人在贫穷的时候 不会相信命运 不会随波逐流 他随时随地都在为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富人做准备 他用眼去观察 用大脑去思考 用心去感悟 用脚去实践 成事在天 谋事在人 凡事只要用心去做 总会得到一些经验 学到一些东西 把知识变成事 把学识变成本事 把本事变成能力 各种能力的综合 也就自然形成了所谓的实力 富人在逆境之中 不会因为环境于己不利 希望于己渺茫 条件于己艰苦而放弃做准备 他们总是能想出办法 创造出条件去学习 去思考 去行动 穷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往往会心安理得地受穷 他不仅对自己说 也对别人说 人之命 天注定 胡思乱想没有用 他认为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天意谁也逃不离 在希望渺茫的时候 他就认为再多努力也无助 于是就坐下来不再前进 穷人最大的悲剧在于 当看不到结果的时候 就放弃 穷人也想让自己立即变成富人 但他们却从不为自己 变成一个富人做准备 而是一成不变地保持穷人的活法 他们知道自己没能力 却不愿一点一滴地学习知识 掌握技能 把知识逐渐地变成学识 把学识变成本事 把本事变成能力 再把能力变成实力 穷人认为要把自己变成个富人 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这时间对他来说有点漫长 而且就算自己去努力 自己也不定就能变成富人 面对渺茫的结果 他们不舍得付出 也不愿付出 然而可悲的是 无论你 利或者付出与否 几年 十几年的时间都会 以同样的速度 从你身边流走 自己不去变 那么自己永远就是穷人 这是肯定的 如果自己创造条件去奋斗 那么就有百分之五十的 可能变成一个富人 这也是肯定的 四 穷人把一个行业做杂财跳槽 富人把一个行业做透才跳槽 穷人跳槽 富人也跳槽 但二者的目的和动机是不同的 穷人跳槽 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穷人认为自己的待遇和自己的付出不符 公司不能给自己相应的回报 不能满足 自己的物质要求 二 自己觉得做不了这个工作 具体来说不是做不了 而是看一眼没有想办法 没有努力 就觉得自己不成 三 自己不能适应工作环境 确切的说是工作环境 和自己要求的不一样 自己感到处处不如意 富人跳槽 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把一个行业弄明白了 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前景 自己做得再好 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 除了钱也没什么大的收获 二 公司给的空间有限 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到另一个公司有更大的舞台 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三 是为了更有利于自己创业 出现了适合自己去做的事业 但自己又不怎么明白 认为只有深入到这个行业里弄个明白 才是自己的工作目的所在 总之 穷人跳槽大多是为了收入 为了自己的口袋 富人跳槽大多是为了收获 为了自己的脑袋 穷人跳槽是越跳越穷 既学不到技能也赚不到钱 浪费的是自己的精力和青春 富人跳槽是因为把一个行业做透了才跳 他的跳槽是有针对性 而不是盲目的跳槽 往往是选择最好的 做最好的选择之后的决定 他的每一次跳槽都是自己人生的一次飞跃 穷人做一行 因为自己懒惰 不追求上进 不善于思考 没守成规 所以做多久都是一样 都不可能在某个行业做出什么特殊的成绩 等待的仅仅是惨遭淘汰的结果 一个富人说 勤劳一天 这一夜就可以睡得香甜 勤劳个月 就可以感受到生活真真日上 一年 两年 十年 这样勤劳一生 你就会得到令世人称道的巨大发展 只要勤劳 就能比懒汉多做几十倍的事情 自然你的人生 就比那些懒汉充实几百倍 换句话说 你的人生价值相当于那些人的几十倍 几百倍 穷人等待机会 富人制造机会 所以 穷人把运气和机会看得相当重要 认为机会和运气是决定他一生的东西 没有机会和运气 无论你怎么努力 也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 穷人就做等机会和运气的到来 但是穷人永远无法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机会和运气是产生于一个人的勤奋和努力 穷人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失败了 他会把结果归结于运气不好 自己的命运太倍 如果自己的运气更好一点 结果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也正是对运气过分的看重 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永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穷人 富人不会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也不会等待有人把免费的午餐送到自己的嘴边 他认为 一切只有透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透过自己的手脚去做 才会有所改变 富人不知道抱怨 也不会去抱怨 他相信 要想改变自己的境遇 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认认真真的做事 堂堂正正的做人 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不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失败 结果就是穷人在失败中选择放弃 否定自己 富人在失败之中选择面对 并在失败中成长 正因为失败是一个人做事不可避免的经历 那么失败其实就不是那么可怕的 失败对个人的事业也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失败以后是否还有信心 能否继续保持或者拥有清醒的头脑 一个失败了的富人 不会把失败看得那么重 他会继续努力下决心要获得成功 并在失败的结果上认真总结 不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环境和他人 而是在自己的身上寻找不足 发现自己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好 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 那么他暂时的失败就不是真正的失败 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相反的 失败却成了他的成功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失败就是富人展示个人魅力的一个机会 失败更是穷人不可避免的结果 做事的时候要不沾前顾后 犹豫迟疑 一旦失败了 不是寻找失败的原因 而是忙着推卸责任 或者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不光自己心安理得的接受失败 还要让大家也接受他的失败 要求别人对他的失败给予同情 如果穷人失去了再去争取成功的勇气和力量 那就是真正的彻底的失败了 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贫穷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富有 现 的年轻人 如果自己真的想成为一个富人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从今天做起 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道德的情况下 相信一切可行 世界上就不存在不可行之事 如果看上去真的不可行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 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敢于选择 勇于放弃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相信一切可行 不怕失败 用自己的智慧把失败变成走向成功目标的一个台阶 抓住经过身边的每一次机会 那么你即使不能富可敌国 也可以丰衣足食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此内容 请分享它 并欢迎留下评论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